大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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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海创办员郭台铭 前往金门迎城隍活动 沿路有金门的民众 听到郭董到访 连忙要求合照 再一次再一次 再一次 谢谢啊 哎呀 听到郭董要走了 屋内突然冲出来了一位 头上还上着卷子 身上披着防水布的妇女 也要合照 郭董见状也笑了 第一次看到粉 紧接着郭董沿路看到了一间 两百多年的中药店 老板拿出店内的胡椒粉 送郭台铭 郭台铭收下后 连忙伸手掏口袋 拿出了一千块钱要给店家 就这样一千块推来推去 最后郭董坚持要给 还比了一个手势 一指大家都不用客气 就这样 一转身 一位金门相亲 拿了一瓶金门高粱 请他签名 不开心啊 就特别来欢迎他 我是忠诚来的 我看他电视 看他这下一过头来来 我赶快节目都穿过来 现场的金门议长高声喊 支持郭台铭独立选总统 而当郭台铭在城隍庙内祭拜时 外头一阵骚动 原来是民进党总统的参选人赖清德抵达 郭赖两人这回同框了 赖清德离开后没多久 金门的城隍庙外又起了一阵骚动 台湾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到场 郭台铭和柯文哲两人 并肩站在庙口握手合影 其实郭台铭的祭拜行程早就结束 但为了等柯文哲 他特地多留了半小时 两人拍完合照后 郭才离开 TVB新闻崔仲群 叶峰卫金门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